老闆听歌呢 嗯 我就试试我新买的蓝牙耳机 看起来还可以啊 对啊 找我什么事啊 看你情绪不高的样子 老闆 你说现在怎么那种 油腔滑跳的男人 那么受欢迎啊 我这种老实男孩 就没有人喜欢啊 嗯 那就是太不解风情 那你说 我怎么不解风情了 要不这样 你晚上到我家 我们吃点火锅喝点酒 我告诉你 你别忍心 有了没了什么事啊 你要说这说不说就算了 你又要套路我加班 那有什么意思吗 真的 不说这说我干个干净 不是 你又不说 啊 到我家呀 啊 到我家我家 老闆 冲咖啡啦 这咖啡 人家还挺香啦 你刚刚谁打电话呢 客户啊 那你笑的那样子 真假的 老闆 这是你说的 对待客户 要像对待情人一样热情的 那你就不能 像对待客户一样 对我热情 这也是你教的啊 我教你什么啦 你说当客户签下订单以后 就不要花那么多精力 赶紧寻找下一个客户 对 换个说法吧 那你应该像对待情人一样 对我 哎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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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不到 做不到 哎 你试一下嘛 哎 老板 你太让我失望了吧 没有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告诉你 我在公司 心理券做的断 我不是那样的人 告诉我 我不是那意思啊 你误会了 哎 老板 知我一点心意啊 T恤灯 哎 这个特好用 我看打折就多买了一个 你带回家给你爸用呗 我是谢谢 我正烦着呢 好几个项目都不顺利 难死了 有我呢你怕啥 你 就你 公司有一天关门了 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啊 你要重新创业吗 不管你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都会陪着你的 我不是说创业 我是说所有 以后 我们一起面对生活中 所有的困难 你愿意让我依靠吗 我愿意啊 明天你就跟我回家 我们当着我爸妈的面书 真的吗 那么快 但是他们不同意 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 怎么会不同意呢 哎 不是 借钱这种事不好说 咱们你到底要借多少啊 不是太多的话 还比较好说啊 你怎么想说要借你钱了 哎 你跟我说公司困难 让我一起面对什么的 哎 我听不懂吗 不用跟我借外 哎 无所谓 明天去吧 什么 不用啊 不用 我不去 哎 老花你怎么哭了 嗯 没有 那个坐下来喝一杯吧 哎 好酒啊 我喝点 哎 对了 你是怎么来借酒消愁呢 我今天去参加同学会 你怎么 感动了 不是感动 是伤感啊 别人最好的年纪 遇到了有房有车又帅的人 我呢 有房有车 却活得像个男人 是不是你条件太高了 你想找个什么样子 我哪里条件的 找你这样就行了 不是 我们俩 你逗我呢 我的条件是 能看得上我的女人 哎 起码是女人啊 起码是女人啊 哦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不是女人 你看 扭夜条啊 大肠腿 我哪里差 我差什么了 哦 你 你这个造型 哎 我们俩 带个靶子 带个靶子 不好 老奥雅 老奥被人欺负了 什么情况 乖 呀 怎么办 死又死了 不管了 哎 我是不是就给你脸了啊 家里放了两个台中的 晚上出来做生意 闹的圈 你几个臭钱吗 哎呀 你欠你的头 你不用帮我 哎呀 你欠你啊 哎 一码 可以吗 欠你的 哎呀 不好意思啊 让你看笑我 小叔得卡 老婆得管 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 呃 那 那你们先聊 我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慢慢走 哎呀 你可以啊 哎呦 吓死我了 你以后重点 你知道我了 那行 我走啊 等等 你刚说过你俩 说越来越来越大孩子 你选什么乱七八糟 我走了走了走了 哎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的来的 张一把我警告都告诉你了吧 说了 浩阳你干嘛呢 我 老板 我妈叫我过来相亲了 只是拖了很久 今天我过来跟人家见个面 浩阳你太让我失望了 哎 不是 老板 你出门 老板 站住 别人给我介绍了 我能不能应付一下吗 你到底想怎么样 浩阳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你是真糊涂 还是给我装糊涂 今天我就把话说明了 他要我爱你 是男人你就给我一个回复 是 佳佳